2024美国总统首场电视辩论 主持人开门见山 职工经济问题 拜登批评川普 把日内经济变成自由落体 而且处理疫情不当 死亡数飙升 但似乎有点太激动 脑筋开始大打结 然而比起拜登的气弱油丝 川普从头到尾 气势凌人 表情丰富 川普不只在移民问题上痛打拜登 还嘲讽拜登语无伦次 援武法案是乱砸钱 以及阿富汗撤军狼狈不堪 双方唇枪舌战互不相让 川普批拜登是最糟糕总统和总司令 拜登反击川普才是输家 这是一次关注度极高的辩论 超过70%的美国选民计划观看 而这些选民中对拜登和特朗普 都持负面看法的人 这种对候选人的仇恨情绪 达到了30年之最 由于首场总统辩论将会发酵 长达三个多月 民调专家更释出预测模型 认为川普迎面大 有望以近66%的胜算 攻下拜登的33.7% 最后谁能二次入主白宫 全世界高度关注 新闻黄澄业报道